我们之前就学过平方,x的二次方 那对于这种运算,无论我们放一个正数也好 又或者放一个负数也好 结果出来,都是一个正数 这个就是平方,你可以试一试 然后我们又学过绝对值 绝对值做的东西其实都大同小异 我们无论放一个正数也好 放一个负数也好 结果出来,都是一个正数 这个绝对值就是在做这个 然后我们有的就是 这个平方的逆运算 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平方斤 这个东西由于逆运算 也就是把平方倒回来看 那我们 input 这次只可以input正数 因为平方的结果只是 无论你放正负也好 也好,那它就是出数正数 那这次我们input 就只可以input一个正数 那如果我们input一个负数呢 结果呢 在实数范围里面是找不到解的 那这个我们稍后再讲 那这次我们input就是可以放一个正数 这个平方的逆运算 而倒回来看的呢 由于倒回来看的呢 就是我们可以从右到左 这样看这个平方 的运算 那就是平方斤 从左到右这样看的 那所以它今次得出来的结果呢 你放一个正数下去 那它就会出一个正数的结果 和有一个负数的结果 那如果这三个东西 混在一起的人 又会有什么奇妙的效果呢 例如我们有 跟好5的二次方 那这个东西呢 出来原来会有两个解的 就是会有 一个正数 和会有 一个负数 那先告诉他 跟好 里面的东西 是要正数的 那其实对啊 它符合这一条 定律的哦 因为跟好里面的东西是 square来的嘛 无论square 里面 是什么物体都好 那它出到来 都是一个正数 就是如果再写得具体一点呢 这个跟好 5的二次方呢 就会变成 跟好25啦 那跟好25呢 你再看这个跟好 一个正数 出到来 就会 出现一个正数的解 和一个 负数的解 那这个 运算是合理的 那呢 我们学过 如果个答案 又有正 又有负的话 那其实 如果稳定起见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 归纳 成为一个 绝对值 对吧 那现在我给你个 实数 你一看 这个数 正5 那肯定是 大过0 肯定是 正 肯定是正那一边啦 负5 肯定是负那一边啦 那同样 如果一天你见到的这些 不是5呢 而是全部都是x呢 那一个明智点的举动呢 就是 见到这一块 x的二次方 那你就直接写作 答案是等于 绝对值x 那就没错啦 那之后呢 接着下来呢 x是正x 还是负x呢 那就看情况再解 就是它有可能是正x 又或者可能是负x的 解 那这个呢 就是后华 但是这一步呢 是没错的 那大家先记住这一步先 日后我们会有多一些example 讲究竟 究竟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一条式的 就会去看 再来看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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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